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就叫海珠宇 所以叫海珠宇的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座礼岛 然后附近都是红树林 那实际上呢 这里呢 它是在槟城的北面 那么对着这个印度洋河马六甲海峡交接的地方 也就是过去呢 所有的海上贸易见对出入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不管在经贸或者军事上的要充 印度尼西亚 世界第四人口大国 也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 这个多民族国家曾是一部分客家人下南洋的终点 中文都是南洋 西亚全城山 农原 永敌 石干 loaded 这是沧河山 以前是他开的这个 泰珊井舅 泰珊琅 是他开的 1936年开 我爸爸是姜草大 你是高头的吗 对啊 我们中国文化是五千年来的历史 一直传到现在一定是有效率的 好像那个炖鸡汤 好像那个食物汤 八枕汤 好像补身体的那个补生酒 到现在人家都很喜欢 还是人家都很繁衣 一直来那个求医做什么 那个好像补身体 都用了我们中国药材 中药在印尼被称为传统药物 这里几乎全部药行 药业公司 都是祖籍引定的华人开设的 泰生河药行是班芝兰地区 最古老的中药房 江庆亮已经是第三代掌门人了 206年他回到中国进修中医 而今年开始他已经成为 雅加达市中医协会的会长 我除了家传协议以外 外面还有跟其他的一些老师 谢谢 我去那个厦门大学 跟那个胜过勇协国 还有跟广西中业大学 都那个硕士 我也是有一点兴趣 可以一方面可以救人 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 因为也是宣传我们中国的文化 几年来随着中国和印尼在人文和医疗卫生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加强 印尼卫生部制定了允许国外中医师注册行医资格的法规 在市场上有超过800种注册的中程药 年均销售额超过千万美元 现在不仅客家人 而且不少印尼人特意到中国学习中医 中国传统医学的治疗理念 已经传播到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世界范围内对中医药的需求日益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 更是为中医药国际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新的机遇 我们从事的就是珍惜药用之后的开放 所以国家出于二类保护的 估计二类保护的之后 那从1315年开始我们首次出口 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出口 那个社福啊 铁皮金线年 洛崇隆天生写年到海外的一个公司 从前年开始想给新西兰政府 申请中医医药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立法 那今年也这次已经递到顾会去了 可能年底就会通过这个立法 那么想把这个中医药 在新西兰做一个试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